哎这是我打的车 你他那大肚子婆急什么 知道我在裤子上班迟到扣多少钱吗 你你什么你我 哎小周小凡算了 嘿这钱够不够啊 你不得不不 我干净 走吧 姐 你们这么高调干什么 不是说没事别来找我吗 当然是给我大外甥送礼物啊 小语你快日运呢 小心点 大外甥是男士女还不知道呢 所以我都准备了 哎对了三姐 陈景川呢 你这都快生了 他怎么不陪你一起产检呢 他工作忙 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的 嗯 能一样 你可是高龄产妇 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 就是 这工作哪有老婆孩子重要 再说了 要不是你悄悄给他的公司注资 他那公司能成功上市吗 小周 小语 八哥已经决定了 把咱们顾家的项目交给陈景川的公司 有了咱们的项目 他陈家也算是行业新贵 大哥 你不生我的气了 你是我妹妹 娘家 永远是你的底气跟靠山 六年前 景川的事业刚刚起步 为了支持他创业 我放弃了我的晋升机会 并暗中给公司注资 如今他创业成功 是该和他坦白我的身份了 那我去产检了啊 哎 我们重点 低调 我还没告诉景川我的身份呢 这恋爱脑 你慢点儿去啊 知道了 怎么样啊 太疼吗 愈晚期工作频繁很正常 况且啊 你还是高龄产出 下次最好让老公陪你一起来 他忙 我一个人可以的 老公 请川 谢谢你 莫莫还过来陪莫莫检查 这是应该的 请川 你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要不你还是回去吧 什么事情也没有你 我明明你俩重要 对不对呀 爸妈说好了 对 哎呦真乖 什么事情也没有你 我明明你俩重要 我说好了 我比你结婚6名 你收儿女 你竟然出轨 就说产检有老公陪了吧 哎 一个人多危险 哎哎呦 怎么 你竟然出轨 女产期就快到了 下次啊 一定让老公陪你一起来产检 是啊 他应该陪我的 可他很忙 他忙着陪别的女人 忙到根本顾不上我和孩子 大姐 二朵 你们怎么来了 还不是你老公 打电话让我过来伺候你月子 想想我们那个时候 我吃完第二天都下地干活了 我大着肚子那会儿 还下地干活呢 你看一笔席 这肚皮丢肩 准是没什么用的丫头 来 我这特意带来的偏方 吃了饱准头生儿子 我不吃面脏 过敏 我们都吃 都没过敏 赶紧拿到厨房炖了 对孩子好 我不吃 顾小语 你疯了 结醒得很 这六年来我在你们家认闹人员 拿你当亲戚一样对的 你看 你有把我当一家人吗 这里是我家 不欢迎你们 请你们出去 哎 别走啊 你没吃饭 哎 哎 顾小语 你谁摔脸子呢 我告诉你 你就是我弟 娶回来起义做饭的保姆 从中到小 花都是我弟的钱 你压根就配不着我弟 我告诉你啊 我弟 马上就要给你离婚了 马上就要给你离婚了 莫莫我们到家了 哎呀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 这是最新款的驴排包包 最適合带给你了 哎呀 谢谢啊 爸爸 陈莫莫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在外人面前不要笑话 他们是谁 白可跟我弟弟可是同窗 既有学识又总是 不像你啊 姐 咋啦 我咋说错了 她一个只会做饭的家庭妇女 她连白可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 小语姐 你别误会 我刚回国还没找到房子 等找到房子了 我们立马搬走 不用了 既然你喜欢 那这房子和陈景川 都让给你 小语 这么多年我为了这个家 要生生把自己熬成了黄脸颇 换来的是什么 小语 放手 小语你能别再闹了吗 我姐只不过随后开了去玩笑 你怎么总是这么 这么什么 这么斤斤计较还是这么小肚鸡肠 陈景川 我是女人不是圣人 你作为我的老公 在我怀孕的时候 让别的女人住进我的家里 就悬于我的老公 我的轴隶之间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可是这么多年 你不都忍不来了吗 顾小语根本不配借我陈家门 姐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忍 你姐羞辱我的时候我要忍 别当孩子叫你爸爸的时候我要忍 但是只有一天每个爬上你的床 我还要忍 你姐穿 你姐穿 阿姨我绝对不会让你唱首爸爸的 我天为什么 我这就不是真是画幻 Medina 我奶奶是点个 好 我妈妈 我看你爱你 我妈妈告诉妈妈发生什么了 还说 我妈妈是年长 她说 她说什么 就那妈妈也不喜欢妈妈了 小月你太過分了 你怎麼能對小孩子說這樣的話 莫莫不管媽媽 看你沒有爸爸保護 小月你對白哥還莫莫道歉 我道歉陳景川 我才是你妻子 為什麼你就是不肯相信我 他才四歲才能說我嗎 小孩子你怎麼那麼多歇眼 你倒是說話呀 我為什麼要說我不想說 阿姨難道你還要逼我逼我 說話呢 你夠了你 我就說話 Tell me 我媽媽賭我 我 這兒就說話是怎麼了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讓uruMo有事 元秋川 我肚子疼了 自己射的局裝什麼口理 給我 別鬥了 顾小语 这就是你爱了六年的男人 一个口口声声说爱你 却不信任你 随时都能抛下你的男人 我要生了能不能帮帮我 你这是碰瓷的吧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小语别怕大哥来了 大哥如果我出生了一晚 保孩子一定要保我的孩子 小语大哥马上送你去医院 大哥向你保证 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走 家属请在外面等 不好了产出大夫血 产出情况危机随时有生命安全 你们随时家属快来签并微不微不 嗯 青川我害怕 莫莫手术 会有什么事吗 你发现莫莫不会有事 你们谁是产不得大伙 他炸过什么时候的 还没联系上吧 他刚不死了我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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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小不行 没事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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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 谢谢你 这么多年一直陪着我 嫁给我好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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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你在哪啊 我想上厕所 我才忙 这点小时候就这样 为何小岚 昨天不够 为何爱我 是你与我牢牢 为何澹盖 都偷扰无功 为何 这种点钻 我说的 你这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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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啊 不够 别对我 也不够 你这种手 哪 你这种手 你们还差点八点 孩子没什么大问题 各位休息的时候休息 哎聽說嗎隔壁屏房呢 叫傅小語的產品竟然產後大吐血 老公啊到現在都沒來 感覺人啊只有生了孩子才知道 不算是人還是鬼 陳靖川 我肚子疼 靖川 哎護士我想問一下 昨天那個送過來的大廚學產婦去哪 他家裡人給他辦軟院接走了 家人 顧小語不是孤兒嗎 哪來的家人 寶寶乖 等一會兒舅舅們就來接我們回家了 小語 你來幹什麼 不用守著白殼和默默嗎 萬一又摔倒了怎麼辦 小語 你說話非要這麼陰陽怪氣是 那我應該怎麼說啊 跪下來叩謝你陳大科學家 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看我們 小語 我不知道你早產 還要轉 wasn't 他是瑪格 他真的也很危險 對不起 你說對不起 我說沒關係 然後就能當一切都沒發生過嗎 是靖川 我到底哪裡對不起你了 讓你們一家人這麼對我 我們離婚吧 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你現在沒有工作 你一個人怎麼帶孩子 孩子还这么小 都不可能没有爸爸 你知道吗 小意思 我孩子有爸爸 他爸爸死了 滚开 这医院怎么回事啊 连狗都弄自己 谁啊 顾小语 你就是因为这个男人 要跟我离婚的地方 啊 你狗狗成真说我出 其实呢 背记里已经找好了人了是吧 把嘴给我放干净的 陈景川 我产检的时候你在哪 我摔倒差点流产的时候 你在哪 我男产大叔姐 差点死掉的时候 你又在哪 你有什么资格 质疑我出轨 只要不离婚 受不了你也给我受 忍不了你也给我忍着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离婚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说我们现在 咱就去离婚 孔姬和我顾小语 跟你们成家 没有半分钱关系 如果我说 我就是顾家千金吗 我看也是生孩子生傻了吧 你一个无家可归在我们陈家白吃白喝这五多年的助手 还撒谎说自己是顾家大小姐 还敢说万里集团项目是你给进川的 小语 别闹了跟我回家吧 回家 回你跟白可的家吗 这样要撇清关系的话 你凭什么带走我的孩子 陈总 这是要跟我们调不小权吗 这是我的孩子 我是他的父亲 你一个外面来的野男人 也配跟我谈服药权 陈景川你什么意思 姐姐你别多想 你跟别的男人举止这么亲密 很难不让人想歪 狗嘴吐出象牙 心脏看什么都不 小语 你说话别这么难听 结婚是为了幸福 离婚也是 没有人结婚是奔着离婚取的 可如果一段婚姻已经名存失望 那及时止损 有很好的选择 敬川 白眼了不要东西 简单干什么呀 都会气啊 姐 她是我老婆 这不都离婚了吗 她现在是误会我和白可的关系 我会跟她解释清楚的 你什么意思呀 你心里还想让小语呢 白可怎么办呀 你看人家白可要钱有钱 要长相有成相 哪里比不上顾小语呀 姐你误会我和白可的关系了 我答应过成语 要照顾她们的女人 成语是谁呀 你们这次科研有重大度过 都亏了你啊 警官 快闪开闪开啊 闪开刹车失灵了 哎 成语 成语 解释 我照顾外科和莫莫莫 成语 成语 警官 莫莫她还想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她是没有爸爸的孩子 没什么走吧 去医院看 我 顾小语 我绝不会再让她的警察扶棍 你没权没事凭什么后证 欢迎三小姐回家 你真是干嘛呀 这些 都是给我们宝贝外生女准备的 你们这也太夸张了 对了大哥去哪了他呀 忙着去接连居国外的孔老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大哥才不让陈景川 付得咱们万联的项目 对了 那这个签约项目 还要不要给陈景川那个生物科技公司啊 他做梦 他婚内出轨 也必赚我顾家的钱 不过得到在失去的滋味 不让人难受 不如等人多的时候再睡 这乃书多大委屈啊 坐完月子就离婚了 在不如期内 是不允许离婚的 除非这是女方提出的 我要离 小语 你现在和我回家 以前的事情我可以不记得 确定吗 确定 离 离婚了 对不起 干什么 小语 景川 万林集团同意把科研项目交给我们了 有了这个项目 默默的兵就有救了 咱们公司的股价也能跟着翻一翻 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果然离开了灾星之后 咱们家马上就要平步轻盈了 景川 你们来民政局做什么呀 民之顾问 班小姐装什么呀 你不是喜欢抢别人老公吗 让给你 原来是有小丝啊 难怪坐着月子来离婚 男的打扮得光鲜亮丽的 原来是个傻男 果然看人不能带滤镜 小语别说了 顾小语 我告诉你 我弟弟马上就要赚大钱了 看在你给我们家生了一个孩子的份上 我们家还能给你点面子 面子 如果没有我 你以为你店能拿到那个项目 你什么意思 你不会说万林集团的项目是你给景川的吧 还真以为自己是顾家大小姐呢 如果我说我就是呢 哇塞 这万林集团可真阔气啊 我听说呀 今天的签约仪式由顾家签金亲自出席 万林集团的签金 那可是大人物啊 什么时候咱们家也这么有钱就好了 景川 今天的签约仪式我舅舅也会来 他是万林集团分公司的副总 到时候 我会请他介绍顾董事长和顾小姐给我们认识 好 还是咱们百可有能耐 家里有倚仗的舅舅 不像那个顾小雨 什么忙也帮不上 静脱你的后腿 而且 怎么 我说错了 我当初就不让你跟那个扫把姓结婚 像今天这种场合 他一辈子门口也定不了 顾小雨 以后陈锦川就是我的 你拿什么和我比 这次的签约仪式 当真是顾小姐来签订的吗 那当然了 万林集团都官宣了 那还能有假 我听说顾小姐消失了六年 没人知道原因 怎么今天出现在公共面前了 欢迎各位来到万林集团 项路签约仪式 让我们欢迎顾小姐 小姐 她知道是万林集团的 什么是天天 怎么可能 喂 我知道了啊 功劳已经起大江城了 小雨大哥打电话找我有点去请 那你们去接 我先进去等你 可是放心吧 之前我愿意忍气吞声 是因为我爱陈锦川 那现在我绝对不会为了他 让自己去饭店里吃 好 那我等会让云总住过来找你 去吧 嗯 说我说 我那天 有个小姐 我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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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拼了 我拼了 您说是顾家千金了 这是顾家的保洁 她也比不上 玉红姐 她不会撤回和景川离婚 想故意在众人面前 逼景川和她复合吧 她敢 顾小语你给我站住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可是万林集团 和景川他们公司的签约会 你个黄脸活来干什么 黄脸活 你倒挺有自知之明啊 你 小语 你这几天去哪了 打你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还有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啊 呦 陈总啊 我还真不知道 您有担心我们母女的事 附小语 你给景川买什么苦啊 就你这个态度 还想给景川复婚 别做梦了 谁说我是来找他复婚的 那你来这干什么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这可是万林集团 和景川他们公司的签约会 来这里的哪个 不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就你 也可以在这里踏足 你怎么知道我不配 笑死人了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收到了万林集团 特别派送的邀请团 你个景底之蛙 你有吗 我还真没有 小语 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 赶紧回家 有什么事情 我要是走了 这签约我就办不着 顾小语 你别以为你姓布 你就是布氏集团的千金了 小语慎言万林集团 不是你我能议论 余总 余总助怎么来了 还是咱们百可面子大 能让余总助亲自来招待我们 毕竟今天的主角是景川嘛 顾小语 我劝你赶紧给我离开这里 等会儿啊 查到你没有邀请函 你就等着被赶出去吧 余总助 顾小姐 这边请 顾小姐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要找的是我们家景川吧 景川在这呢 我要找什么人 人往你来制作化妆 顾小姐 请 这才离婚几天呀 顾小姐就令群心欢了 小语 你和她什么关系 还用问吗 肯定是用了什么不入流的手段 勾搭上的余总助 瞧瞧感觉自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顾小姐 你和景川离婚冷静期呢 怎么能这样 白小姐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 离了男人就不能活呀 果然心脏的人 看什么都脏 小语 你怎么能这样误解外壳 你跟她道歉 我道歉 陈总啊 您有时间去医院看看眼睛吧 顾小语 你不就是拍上了一个万林集团的助理吗 有什么好嚣张的 是啊顾小姐 这次签约会甚至会各界民流起去 像你这样混水摸鱼的建筑 还是低调的好 我混水摸鱼 万林集团向外发出的每个集团都有 你们俩在生物语毫无坚持 我看混水摸鱼的 是你 你个建筑胡说八道什么呀 人家白鸽可是在国外名校进修过的生物学博士 他收到邀请您正言顺 哦是吗 那就好好查查他们俩的邀请函 小语 你一定要把事情搞得这么难堪吗 白鸽和你不一样 他在国外进修 并且研究成果确实得到了我爱意义 包括这次和万林提坛的后 他也是帮了多少忙 他帮忙 顾小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对我有评计 但是我们确实是受邀才 你为什么要咄咄逼逼人呢 就是顾小语 并以为勾搭了什么万林集团的狗屁助理 他呀只不过是万林集团的一条狗 白鸽一句话 会让他黑马滚蛋 顾小语 你疯了 你敢打我 他你 既然你不会做人 那我就教教你如何 顾小语 顾小 姐姐你别闹 顶川 他竟然打我 不是你刚才说话也确实 顶川 你确实是受邀前来的 他跟顾小姐这样一个和亲人会毫无相关的人 小语 郁公姐能不生气 究竟谁和签约会毫不相关 小语 你非要把事情做绝是吗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的心血 我的 banda ap 不 对 给我 我 没有 艺船 好 我 怎么会 受邀家里受气这么低 明明没有什么压力 这些人 倒高一年 我高一长 我舅舅不仅是万能集团分公司的部署 还是这次签约公司的部署 有他照着 你拿什么后悔 顾小姐 这下你总相信了吧 这个 顾小宇 就你这点伎俩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这么闹 不就想让我们景川回心转意吗 我告诉你 像你这么水性洋花的女人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们景川 我劝你 少在这爱我们的眼 你别说了 怎么 我又没有说错 他敢这样羞辱我和白可 就应该让他跪下来给我们道歉 算了 玉红婷 今天是景川的大喜日子 我不想跟他计较 你瞧瞧人家白可 多善良啊 小可 你放心 姐姐我呀 给你做主 等到这个贱人和景川离婚手续一半 我就让景川娶你过门 到时候咱们呀 就是一家人了 姐你说什么呢 很好 真是 天长地球 天长地球 他他他顾小语他崩了 那可是顾世千金的位置 他竟然敢上去 他真的越来越大胆了 要是得罪了顾家 会连累顶川的 他这个贱人 他是想害死我们呀 站住 顾小语你崩了吗 那是你该上的位置吗 站住 上手 顾小语 那是顾家千金才能上的位置 烧死啊 我为什么不能上去 顾小语 这个位置是专门给顾家千金准备的 你想宣兵夺主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是什么货 不劳你们操心 那就是 顾小语 你真是疯了 刚生完孩子的气腹 居然敢冒充顾家千金 你先去准备千金一事吧 这个余总柱 怎么这么听顾小语的话 顾小语 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 毕竟 你和余总柱的事情 如果被人发现 实在是不光 小语 咱们两个还没有领离婚证 你这样 是不是太不怕我当人了 我怎么做 都跟你没有话 我知道 你是为了故意和我赌气 才和陌生的男人举止亲密 但是 今天的签约会 非常重要 我们得罪不去万林集团 如果得罪了万林集团 我也保不住 保我 陈景川 你什么时候保过我呀 是把我推倒 差点流产那次吗 还是我在产房大出血 你却在陪陪你那次 这些以后再说 你先跟我走 以后 陈景川 你到现在还觉得 我们还有以后啊 顾小姐 签约一事马上就要开始 我劝你不要在这里 顾叫马上 要是得罪了顾家千金 连累了景川 你可担当不起 白小姐就那么喜欢操心别人的老公 还是你就是喜欢 从别人手中抢东西 小语 你在说什么 顾小姐 你羞辱我可以 但请不要破坏签约一事 你知不知道 为了能和万林集团合作 景川为此付出了多少 小语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马上离开这里 这次的签约会 能受到任何影响 看到了 景川最在乎的 还是我和梦 怎么 你不装了 我和你可不一样 我能为景川 带了一切他所谓的东西 等你 就和你生的那个爷子 滚书成家 流云没人 离开景川 我又再说一次 没爹要的意思 生下来是遭人嫌弃 不如不如不许 白可 就这么想激怒我呀 吴小语你疯了 景川 景川救我 小语 你怎么能随便动手打人呢 敢羞辱你 我能轻易饶了他 你说什么 吴小姐 同为母亲 我也只是让你给孩子们留点颜面 不要让他们以你为耻 何必恼羞成怒呢 你这个毒妇 你怎么不死在手术台上呀 你活着竟破坏我们陈家 景川 你也是这么想的 当然是这么想的 我们景川 最讨厌的就是蛇蝎毒妇的女人 要知道你这么狠独 我们景川根本不会娶你 姐 你闭嘴吧 不管怎么样 你也不应该随便打人了 你现在向白鸽道歉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 陈景川 我还真没看错你 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跟你一遍 挺好的 你 没有资格命运 还有 我绝对不可能跟他道歉 顾小语 你真以为你帮上了一个余总柱 就没有人敢动你了 白鸽 你舅舅不是这次活动的负责人吗 你赶快让他过来 让这个女人过滚出去 我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 但是顾小姐痴迷不复 非要破坏我们的签约仪式 那我只能让静就把她请出去 是谁赶到万云集团的地盘上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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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她顾小语 她不仅打了你外甥女儿 还想破坏签约仪式 什么 白副总 陈景川 你这是干什么 这位是我的夫人 她并非有意冒充顾家亲戚 看待她久不经世的份上 还请你原谅 陈景川 你这又算什么 另外 今天现场产生的一切费用 我陈某 所有的都会承担 承担 陈总 你也清楚 这场签约会 可是奉我们万云集团 陈家最受宠的千金举行的 不容有半点闪失 这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 别说是你了 再加上我也承担不起啊 所以呢 你就别在这互短了 就是你 敢大闹 清晰会 你不认识我是谁 你什么倒策 还陪我认识 也是啊 毕竟我多年没在公司出现 新来的高管 不认识我也很正常 陈小语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这么嘴硬 嘴硬不要紧 敢在我万林集团的地盘上 这么猖狂 就看你的命够不够用 白师走 景川 你别再管他了 要是得罪了我就 就等于得罪了顾佳千金 没想到 万林集团现在的员工 这么是非此 事情都没有搞清楚 就要随意开队了 景川 白师走是这次签约会的负责人 不想查到万林集团的项目了 景川 咱们公司资金量已经快断了 如果没了这个项目 咱们公司就要过产了 陈景川 你用不着在这假惺惺的装好了 我今天要看看 谁有这么大的 敢动我 好啊 你一个黄脸婆 是不是活腻了 堂堂万林集团分公司的一个副总 会再判你一个家庭主妇 来人 让你给我拿下 看你们谁敢动我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白副总 我奉劝你一句 得罪了陈家不要紧 如果得罪了我 恐怕你明天就要离开万林 这女的为什么这么有底气 难不成她真是顾家的千金 也不是没可能 毕竟顾家的千金 谁也没见 顾小姐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顾家千金吗 顾家千金是何等的孙贵 怎么可能是你一个一无是处 不知廉耻的弃负 顾小姐 如果你真的是顾家的千金 请你把证据拿出来 否则我绝对找不了你 白副总 我夫人只是在跟我呜气 她并非有应冒充顾家千金 顾川 你不要再管她了 顾小姐 你还要撞到什么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顾家千金的话 她为什么四少没和你一起 他们一会就 戏演得还挺清费呀 眼上瘾了 不仅他们一会就来 和他们一起到的 还有业界态度 顾老顾老顾小姐 你不是在做梦吗 小语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们这场签约会 虽然汇集了江城的各界明令 但是也不至于惊动 远去国外的顾老 像我们这样的规模 他怎么会来 没错 常常签约会的负责人 都没有说到相关事实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通知你 你 顾小姐 你还是不要执迷不顾了 现在就跟我付这个东西 也许他还会给你 其致是道歉 我要让他跪下来认错 然后滚出前约会 什么 红老马上到前约会现场 你 你这是顾家的天津 顾小语 你手段还真是不简 决定的鱼特助 把这么机密的消息都告诉我 什么意思 白副总 可能还不知道 这顾小语啊 勾搭上了鱼总助 才会进这个会场的 鱼总助 那不是四少的人吗 莫非你跟四少有特殊 哦 原来这一天在民政局 亲亲我我的人是四少啊 怪不得顾小姐 都有事无事 原来如此 不过我可告诉你 四少是出了名的公司分明 像你这种没有分寸的女人 我就算料理了你 她也只会拍手叫好 还指望她来给你撑腰 笑话 是吗 当然 来人 给我好好教训她 哎 副总 我夫人只是一时糊涂 希望您高抬贵手 放她一马 景川 你那头顶上都有一片绿草原了 你还在这护着她 陈景川 我不需要你来求情 那你需要什么 余总助 还是那个四少 小语 你不要痴心妄想了 四少是什么样的人 她能看上你 陈总 你是生物领域冉冉生起的新星 何必为了这么一个水性养发的女人 自毁前途啊 她是我的妻子 怎么陈总 你是不想和我们万宁集团签约了 景川 是他不用作死 你管他干什么呀 景川 我们不能没有这个项目 是他自己作死 难道你还要搭上其他天上 搭上默默的命吗 我会想其他的办法 有 可我等不了了 我在莫莫寻衣三年 好不容易有了万灵集团 要是莫莫有什么事 你对得起我 不得起成语 把他给我安若 警川和项目都只会是我 敢和我抢东西 真是不自量力 我看谁敢动他 看谁敢动他 没事吧 凡星海 我让你负责此次签约会 就是这么负责的 这个其实是因为 小语 你没事吧 滚开 这不需要 难道他真是不得天津 真想坏了 洪老到了 天哪 真的是洪老 究竟是谁这么大的镊子 能请得动他 要知道 只要他一出手 就没有完美成的项目 你们是洞子沉重来的吗 沉重的灭了可真大了 警川你为了这个项目努力的这么久 孔老一定是冲进来的 但是我跟他素未谋面啊 嗨 谁不想和优秀的同行交流啊 警川你年纪轻轻的 就在生物领域有如此大的成就 他慕名而来也很正常呀 来了来了 快去打招呼 快快快 孔老你好 我是陈 顾小姐 许久未见啊 欢迎您不远万里而来 哪里哪里 能再次有机会和顾小姐合作 是我的荣幸 请 小语 你是怎么认识孔老的呀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知道 你一定还对我有所误解 但是今天这个场合 咱们不适合聊家事 如果您让孔老加入我们的项目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小语姐 顶川这么久的努力 你都看在眼里了 你一定会帮他的 对不对 孔老当然会参加 可以说 孔老是自用力而来 我就知道小语姐这十大题了 到时候 我一定忙完这证 我就接你和宝贝回家 首先 欢迎孔老 历临本次的签约会 如果接下来 我要宣定一件事 今天的签约仪式 万灵集团融资项目 从即日起 将重新对外进行招聘 万灵集团融资项目 从即日起 将重新对外进行招聘 小语 这不是闹着玩的 你觉得我是在跟你闹着玩吗 小语姐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是你公报私仇 是不是太武断了 如果我说 公报私仇 整个江城人都会看不起你 你的孩子也会以你为耻 你救 président 舅舅 顾小姐 是什么心分 配你骂吗 认为顾小姐是什么来头 居然能随意取消项目 难道他真正是不加天津 不管它是不是不加天津 不加游戏 不加都这种态度了 总看 也是庞气 weise 勤求 少许 陈静川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固执 这次项目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你不要干预 陈静川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们已经离婚了 你要是再拦着我们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不 只要手续一天没办 他顾小语 就是我陈静川的妻子 陈静川 别怪我没提醒你 走跟我回家 谁跟你说没办法 陈静川 我们已经离婚了 如果你再纠缠 我不介意走法律程序 现在你满意了吧 我可以走了吗 我不承认 这个上面不是我的亲属 你还是我的妻子 是我的合法妻子 没事吧 小语 滚开 走回家去 景川医院打电话说 莫莫突然间头晕呕吐 怎么办啊 景川我们先去医院吧 要是莫莫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真的会害怕 小语姐有顾总照顾 不会有事情的 好走吧 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别担心 陈静川这个混蛋 你身体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 这对渣男产女 从此以后 我和陈静川 再无瓜哥 二哥 小语 姐 你醒了 医生说你因为早产 身体严重亏损 如今项目已经收回来了 你就在家 好好养身子 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还有事情没梳理完 不过呀 他答应一定在团团满月宴的时候 然后回来 团团 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离开了坏爸爸 咱们开开心心的长大 还好我们回来的及时 莫莫没什么大事 放心吧 我还有事 那你好好照顾莫莫 金川 今天发生太多事情了 我的心里慌得很 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 我说了我还有事 你早点休息 冲川 bond 大师爸爸以前在我们身边 为什么还要装病呀 你说呢 你要是没生病 他干嘛不会管我们 嬷嬷听话啊 你只有装病 你成爸爸才会心疼我 嬷嬷 笑语以前是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你 老公 别光顾着工作了 休息一会吧 小语 小语 等满月夜后 拿下万灵集团的项目 我就接你们母女回来 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不好了警察 万灵集团宣布和我们公司 解约的通知了 啊 肯定是顾小语跟四丈面前 躺不离间 快点顾小语打电话 还敢不接电话 肯定就是咋搞的鬼 够了 小语不是那样的人 你现在还跟他说话 他给你家什么给汇汤呀 没想到顾小语他这么恨 为了这个项目 咱们公司要破产了 白河 你快去救救你舅舅吧 不行 上次行为客后 我舅舅被辞退了 不过我听说 过几天是过千金孩子的满月夜 万灵集团回来 要不我们去求顾总 满月夜 十天后也是传统的满月夜 小语姐现在和万灵集团 关系不一般 恐怕顾总不会帮我们的 那我们拿出公司一半的市值呢 小团团给舅舅笑一个 小声点 别吓着他 不相信 陈总带着礼物来给团团小姐 恭贺生日 要陈进来 吩咐下去 陈景川和狗 不能 紫舅 他毕竟也是团团的亲生父亲 今天是团团的满月夜 让他进来吧 妈妈这笔好骗呀 这顾家真不愧是江城第一首付 这庄园都这么气派 今天应该是团团的满月夜 对不起 团团 让爸爸接回你们 一定给你付一个生涯的电话 妹妹也请 团团的照片 顾家的千金怎么可能是团团 团团的照片 顾家的千金怎么可能是团团 没想到四少对顾小语这么重视 竟然愿意让他的孩子 和自己的外甥女一起搬满一 顾小语的手段不简单呢 哎锦川等等我 紫舟大哥不是说等团团满月夜 就回来吗 怎么还没回来啊 放心吧 大哥二哥已经在路上了 马上等 顾小语 顾小语 你让外面的一个野男人 给我的女儿办满月夜 你不要连我还要呢 背上有个臭嘴 我女儿的满月夜 谁办在哪办怎么办 都是我们家的事 跟陈总没有关系吧 小语姐 警察也是同团团一时着急 你至于打人吗 那陈总还真是心疼自己的女儿啊 居然带着自己的情人 来参加自己女儿的满月夜 原来是小三啊 这么登堂入室的做法 也太恶心了 就是 这小三啊 一看心眼就多 顾小姐 有这样一位前夫 可真是晦气啊 这心疼啊 都这么大了 混人 你们才是小诗 这是我爸爸 爸爸说他做头摸摸的 他说 哪当下午赚到前 就和我们永远联一起 原来咱们产总摆忙之中 来参加满月夜 不是为了看女孩 而是为了项目啊 妈妈说了 爸爸祝了以前都是为我们好 偷偷闭嘴 不要乱说话 我没有乱说话 他们是坏人 他们要抢手爸爸 好像是没有爸爸的牙齿 莫莫 你想想年纪怎么说这样的话 爸爸你是不是也不要莫莫了 我 小语姐对不起 莫莫还小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如果不是大人经常在他面前这么说 他会张口就来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我教莫莫怎么说的 算了小语 莫莫她太小不懂事 陈景川 你到现在还在护着外人 你确实不配来参加团团的满月宴 带着你的人赶紧滚 还有 项目是绝对不会给你的的 小语 你要跟一个四岁的孩子斤斤计较吗 我斤斤计较 陈景川 你是耳楼没听见他说的话吗 什么叫我女儿是野孩子 我女儿有娘生 有娘养 不像某些人 只生不养 把小姐带下去 小语 这次的项目 关乎公司的存款 我求你了 不要再从中做更了好吗 对啊 我们需要项目来挽救公司 你为什么要一直针对我们呢 笑话 我顾家要是针对你 你们在江城还混得下去吗 陈总 我奉劝你一句话 赶紧带着你的情人 还有你的私生女人 离开顾家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吾有曹操爱人妻 金影四少护少护子 四少还真是不嫌心啊 买车 胡总 再说一次 虽然我顾四周从来不打女人 但是我不介意我已破例一次 顾四少 小语 我们真的不是来闹事吗 这次的项目 对公司来说致根主意 我愿意拿出公司的一半市值 求见顾万里 胡总 对啊 虽然我们之间有恩怨 但是在上言上以利为重 作为万林集团的掌权人 你总一定会行动 陈建川 为了他们母女俩 你愿意拿出公司一半的市值 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过我和团团呢 小语 我心里真的很爱你和团团 我发誓 等我挽回公司之后 我就接你和团团回家 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团聚 一家三口团聚 陈景川 亏你说得出这种话呀 你说这种话的时候心里不思议 算了 看来小姐会让呼吸 呼吸不上来了 今天有我顾万林在 不给团团真相 谁敢离开 起来吧 景川 怎么办 顾总 团团怎么样 暂时没事了 在我顾家 感动我顾家的人 看你们的胆子是真大呀 景川 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 莫莫可是成语 顾总 孩子出生是意外 莫莫她身体本来就不好 请允许我先送她去医院 意外 如果真是意外 那为什么不敢看监控 顾小姐 你的女儿是个宝贝 我的女儿就不是宝贝了吗 顾莫她都晕倒了 她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们待得起吗 我说了 今天这个事不查个水落石出 谁都别想走 快去查 三分钟之内 我要别墅内外所有监控 是 顾总 就算你要查监控 也要先把我的女儿送到医院吧 顾小语 人命关天 人命关天 好啊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这对萌蜜是怎么糊弄你的 发了 她来小姐会让呼吸 呼吸不上来了 团团 团团 走 快去找医生 团团 你别想妈妈团团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小姐出来的 回来就这样了 不小心别着急 团团小姐我大爱 就是物质的少量的海鲜珠 那就好 谢谢医生啊 哎呦可吓坏我了 你们怎么能给团团吃海鲜粥吗 真的不是我 我知道小小姐海鲜过敏 我就离开了几分钟 我走的时候团团小姐还好好的也 顾小姐你干什么 小语你打他干嘛 我问你 你的宝贝女儿呢 你说 孟姆 妈妈 滚开 陈默默 我问你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顾小姐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我的女儿陷害了团团 你有什么证据 小语 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 但是木木 她是一个才四岁的孩子 她怎么可能害人 陈景川 你知不知道你女儿刚才差点被害死了 我知道 但是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是莫莫干的吗 莫莫我问你 你刚才带什么去了 我跟人继续有间了 你看见了吗小语 好 不承认是吧 那我们就叫监控 莫莫 警察莫莫晕倒了 我们快进院吧 莫莫 小语 我答应你 等莫莫醒来之后 我一定给你个答复 站住 我要还我女儿公道 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谁都别想走 顾小姐 我求求你了 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想活了 好啊 那我今天就看看你 怎么寻死 顾小语 乌鲁 今天有我顾外林在 不别传闹真相 谁敢离开 阿姐 怎么不装了 小小年纪就这么算钱 真是上梁不挣下梁歪 我愿意来救我妈妈 警察 妈妈她肯定是刚刚才害怕了 所以才晕倒的 顾总监控掉出来了 立刻放 我倒要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的 敢动我顾万林的人 不行 怎么 白小姐心虚了 她万一就是你的女儿 害了我的孩子 不 不是 今天是顾千斤孩子的满月印 我怕破坏宴会 放监控 是 清者自清 反正 睦睦已经醒了 那就查 那我们先去厨房忙了 这是我给同志小姐喂奶的地方 白壳 人像住在眼前 你还要我什么好说的 警察 可能是梦梦手期时间没了路 这又不能说明什么 你觉得热乱 别说一路这么多七手机 他并没有去团队喂奶的地方 警川 孩子好奇心中 你知道的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行 我今天让你死心 我今天让你死心 继续放 盛下当当 是少那是监控死角 没拍到 快去找 今天就算把顾家给我翻过来 要把所有监控都给我找到 是 真是老天爷都帮我 可惜那野孩子命大 布小姐 监控你也看到了 这不能证明我的孩子害人 你光天化日下针对梦梦 你今天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那白小姐想怎么样 当众跟我和梦梦道歉 白可 警川 是他自己没有照顾好团团 非要怪睦睦 无非就是欺负我们孤儿寡女 要是程宇还在 一定不会让我们受这种委屈的 有了 出发的监控 有了 出发的监控 这不可能是真的 真的是你做的 爸爸 青川 你知道默默的 他不可能害人的 白可 证据确诈 男人 带走 你们要干什么 默默他还是孩子 我们就是照着家大爷他欺负我们 乖乖乖 我欺负你 你教唆默默害我孩子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我孩子也是一个孩子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故意挑唆 故意迫害 白可 你这些鬼话 留到警察局说吧 白女士 小孩子心术不正 和家长脱不了干系 教唆未成年人犯罪 以我顾驾的实力 能让你牢底坐船 不可能 这么多年 我陪你们母女俩耍得团团团 警察不是这样的 你相信我警察不是清白的 我一个女人独自大的孩子 她是因为没有爸爸 她是因为没有爸爸教才会变成这样的 警察你相信我 要是默默从小就有爸爸 她肯定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的 警察 你答应了程宇要教过我母母女俩的 默默是程宇唯一的孩子 你别忘了是程宇救的一命 小语 当年 默默的父亲 是为了救我 在车会中去世 我答应过她 要照顾她母女 我不能不管 今天这件事情 如果你们不追究的话 无论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答应 默默还是个孩子 她不懂事 只要你们放过他们 我愿意无偿献上公司的全部失职 你全部身家 比不上团团一根手指头 陈景川 你重情重义我不拦着你 但你不能拿我女儿的命去替你还真 陈景川 你真是个混蛋 陈景川 你不配跟顾家谈条件 来人 带走 景川 景川 相信该怎么办 自有公道 相信该怎么办 景川 自有公道 小语 对不起 这么多年委屈你 都过去了 以前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我们就好去好散吧 紫舟 这是段亲协议 签了他 从今天起 阮段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再也不去见他 你说什么 小语 小语 穿穿是我的女儿 我知道你恨我 你打我 你骂我 但是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离开 陈景川 陈景川 当初我和你结婚 是奔着幸福去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 幸福和婚姻没有关系 我和你离婚 不是因为其他人 而是因为我不爱你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和你却一次一次 践踏我的真心 其实在婚姻里 让女人失望很正常 丈夫不耐烦的表情 各种冷漠和无事 虽然都是一些 沉芝麻烂紫子的事 但满地的芝麻 足够让人减得崩溃 以后的日子 我们就互不相干了 小语 安景川 你误会我姐 因为一个外人去伤害她 要不是看在团团的面子上 我早就想揍你了 所以 还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她们 我知道 对不起 我不知道她是你姐 你让我再去见她一下好不好 听不到的无所谓 如果你心里有她 就不会怀疑她 不会伤害她 更不会纵容别人羞辱她 宋客 从此沉芝专与顾家 再无关系 这个世界上 随处可见的漂亮女孩 随处可见的金钱物质 以及随处可见的泛滥爱情 却唯独缺少了爱情里 本不该缺少的责任感 安全感 和忠诚 这个时代对女性要求很高 对女性在婚姻中的要求更高 她们会要求你成为贤妻 成为良母 她们会告诉你 生儿育女本就是你应尽的本分 但事实却是 一个女孩的人生 不应该被爱情和婚姻定义 勇敢地追寻自我的人生 让自己的人生 拥有选择的权利 让我找到一类瘤的 baseline